一開始我就建議 說柯文哲進去就要絕食 然後就拒絕出庭 包括表態 對 就拒絕出庭 為什麼 常立抗爭 因為檢察官會動用 所謂的囚徒困境的方法 那為了避免發生這個情況 最好的方法就進去絕食 因為我絕食 我在生命的生死一線間 所以我本來就不出庭 而且我既然絕食沒有出庭 那就沒有說我咬誰的問題 只有這樣子才能避開檢察官 所謂的 他所謂的 東廠式的偵訊手法 所以我認為圖利的部分 檢察官也沒有掌握明確的證據 那至於政治獻金的部分 那是很輕的罪 政治獻金沒有人在積壓的啦 而且政治獻金的最多就罰款 而且責任基本上也不在柯文哲的身上 基本上是在總幹事黃珊珊的身上 對不對 好 那最後一個是洗錢罪 那洗錢罪到目前為止 誰扮演了洗錢的角色呢 也搞不清楚啊 現在搞了一個李文中 他又搞了一個徐子瑜 他說徐子瑜局勢在日本 怎麼在大阪出沒 然後怎麼樣 都是假的嘛 他就故意放了很多的消息 然後弄得人心惶惶 看看是不是透過新聞 讓徐子瑜心生恐懼 現在還說徐子瑜現在常立的地方 是日本裡面很多黑道 三口主聚集的地方 就讓徐子瑜怕啊 怕然後再逼你回台灣嘛 這個就是手法嘛 說實話台灣跟日本沒有司法引渡啊 台灣要什麼資格 日本會聽你台灣的話 然後替你把徐子瑜給扣了 然後把徐子瑜送到台灣嗎 有證據嗎 有足夠的證據嗎 日本的法院會批准你嗎 你是美國啊 對不對 你台灣如果是美國有可能啊 你基本上你有什麼辦法 能夠將日本配合你 去抓徐子瑜 然後引渡為台灣呢 所以洗錢罪的問題到現在 也沒有著落嘛 也沒有證據嘛 而他現在還準備 要約談誰呢 約談陳佩琪 約談柯文哲的兒子 也就是要把他們冠上所謂的洗錢罪啊 但是也吵不到確確的證據 所以到現在為止 他還猶豫不定 不大敢傳 所以到目前為止 他都是採取所謂的叫特定媒體 先放話 放話以後製造社會氛圍 然後看風向 再決定檢察官下一步的動作 如果檢察官可以付出動作呢 那就繼續照著媒體 照著週刊 放話的方向繼續辦下去 那如果社會反應不佳 那我就稍微退一下 所以就玩這種進兩步 退一步的方式 用這個方式來辦案嘛 把柯文哲跟他的家人 跟他民眾黨 把他逼到石膠裡面 然後要塑造一個 柯文哲非常孤立 孤獨的一個狀態 所以他幾乎要採取 團滅民眾黨嘛 說實話他去搞什麼 謝國良兩百萬 謝國良兩百萬 跟金華長安有什麼屁關係啊 那你也可以去約